到自助餐買便當 愛什麼夾什麼很方便 但是你注意到了嗎 這透明的玻璃罩比人還高 而每一樣菜盤上都沒有加鈣 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當下 萬一在夾菜的過程 沒有戴口罩 打了噴嚏 難免讓人有點擔心 可能有些人 他可能自己感冒 自己不知道 可能會噴到那個菜上面 我覺得這樣很不衛生 加鈣當然更安全 其實為了安全及衛生起見 自助餐應該要加鈣 如果沒有加鈣的話 是有罰可罰的 依照死安法規定 所有食品業者都應該實施GHP 做好衛生管理以降低污染 如果為限期改善 可以儲6萬元以上罰還 而高雄市衛生局今年至今 依照準則 總共積查餐飲業者3000多家 其中便當級自助餐業者120家 有食材未覆蓋缺失的 就有12家占了十分之一 如果人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不方便 透明的那個膜 那個蓋子 他可能稍微做低一點 或者是說可能規範說 大家還是要戴著口罩 消費者儘管贊成加鈣 但難免覺得不方便 就有業者為此想出了這個辦法 就這樣子 但因為確實不方便 醫生說近期民眾比較少戴口罩 夾菜時還是有可能把病毒藉由飛沫 傳染給他人 在菜盤上加鈣是不錯的方法 只是想要兼顧平常的習慣 避免麻煩 業者或許可以再想想辦法 TVBS新聞 徐季鴻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